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6月24号一早 周海揉揉眼睛 伸了一个懒腰 别说这一觉啊 睡的还挺香的 翻身准备起来 不过发现脚被压住了 下意识的抬腿用力一踹 噗通一声巨响 随即伴着一阵哀嚎声音传来 仅剩的一点迷糊感 瞬间就没了 蹭的一下子坐下来 因为那哀嚎的声音呢 是胖子发出来的 他光着脚下床 看看趴在地毯上的胖子 胖子 你怎么在我床上 胖子捂着鼻子 从地上爬下来 瞬间朝着卫生间跑去 周海看他指缝里啊 还流着血呢 这小子刚入下 怎么火力这么旺盛啊 早晨起床 怎么还流鼻血呀 起床换好衣服 胖子已经从卫生间出来 一脸警惕的看着周海 海了 醒了 废话 你当我梦游呢 抓紧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起来 以后啊 别在房间吃东西 味道不好 胖子撇撇嘴 一脸忧怨 不死心的问他 哎 你真是啥都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呀 你不记得 昨天晚上咱俩喝酒了 周海摇摇头 没印象 不过你找吃的去 我好像知道 之后啊 我可能是太累了 睡了 周海已经穿戴完毕 拎起自己的包 就准备出去 周海见他这个表情 瞬间明白了当年他老师约翰的心情 再想想昨天晚上周海的样子 浑身禁不住抖了抖 以后打死都不能和他喝酒了 走不走 走 俩人一出房间 正好碰上赵心里和那个大刘 从隔壁出来 俩人脸色呢 都不太好 面容有些憔悴 周海诧异的看看他们 你们昨天晚上干嘛了 怎么一个个都这副样子 难道昨晚没睡 还是跟胖子似的 出去喝酒了 赵心里看了看胖子 胖子无奈的摊开双手 见胖子这个样子就知道 某人呢 一定不记得自己都干了什么了 得了吧 还是不要出眉头了 想到这儿 赶紧指着楼道的另一侧房间 哦 没事没事 我们去叫黄哥他们 一块去吃早餐吧 然后抓紧时间 研究案情 半个小时之后 大家呢 已经坐在徐支队给准备的办公室里了 这个129灭门案卷宗非常大 足有十个盒子 看得出当时认真调查过 不过因为缺少证据 这个案子被放下了 徐队派来配合周海他们的 是环秀派出所的所长张朝 当初啊 就是他负责这一案件的 这回呢 也被调过来跟着一起参与调查 他起身对案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2010年12月9号早上8点半 警方接到报警 墨城环秀街道的仲村一小区 有一户居民一家四口被杀了 报案的是住在对门2020的邻居 毕竟是新楼很少有人入住 2020的住户下夜班回家 发现对门季和平家呀 201的房门没关 整个楼道里充满了浓郁的血腥味 他打开门 看到地上趴着季和平的小儿子 9岁的季成龙 双手扑伏在地 光着脚 一条腿是卷曲的 一条腿是伸直的 整个人呢 俯卧在血泊中 脖子上 衣服上都是血 头微微的侧对着门口的方向 见到这个情况 那邻居呢 没敢进房间 直接拨打了110 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主卧还有两个被害人 床上的是201市房主 42岁的季和平 手脚被捆着绳索 嘴鼻子都粘贴着胶带 眼睛瞪大楼盯着天花板 床上一大滩黄褐色的痕迹 显然季和平死的时候 大小便湿进了 身上有几道刀割的威逼伤 不过这些伤都不致命 致死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主卧床和窗口之间的位置 俯卧着季和平的妻子 40岁的朱丽湘 一样手脚被绳索捆绑 整个面部缠满胶带 头发也被缠在胶带里 不过后背上有踩踏的痕迹 黑色的脚劲十分清晰 是一双旅游鞋的印记 死因和季和平一致 刺卧床上被摆成M型趴着的死者 是季和平的长女 18岁的季成学 季成学身上只穿了一件长袖T恤 后背被撕开 破碎的衣服分别落在两臂上 能看到性侵的痕迹 颈部腰部腿等部位 有很多紫红色的纸痕 双手被绳索捆在床尾的金属栅栏上 嘴部被塞了纱布 还贴上了胶带 颈部有一处刀伤 割断了气管和颈动脉 床尾至地板上有血泊形成 经法医检验 四名死者的死亡时间 在12月8号晚上10点 到第二天12点之间 大致顺序是季和平和朱立香 随后是季成龙 再之后是季成血 不过尸检中没有找到精液 以及第三人的DNA 只是在现场找到两枚带血的残缺指纹 现场所有柜子和抽屉都被仔细翻找过 据亲属反映 季和平准备预交集资款的26万元 也遗失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洗劫一空 这样的现场 即便看着卷宗和照片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胖子把对应的照片递给周海 大家呢传看了一下 张朝说完呢 转过身来 看向大家 案情就是这样的 根据现场勘察 事件结果和周边的调查 我们最终将案子定性为入室抢劫作案 毕竟涉案很大 只是这类案件的流窜性比较大 所以侦破难度更大 张朝介绍完毕 唱出一口气 虽然案子已经过去四年多了 不过现在提起来啊 还是感到很憋屈 自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铺在这个案子上 却完全没有收获 周海抬头看看站着的张朝 好的 张警官坐下吧 四名死者的遗体火化了吗 啊 周法医啊 不用称呼我张警官 叫我张朝或者大张就行了 四名死者的遗体 在尸检之后没多久 就被家属领回去火化了 我记得你们一直没有法医 那当初的尸检是谁做的呢 当时这个案子的尸检 是东南市司法检警中心派人过来做的 我记得是你们中心的高法医带队过来的 呃 就是最早的三组组长高明堂 翻栋卷宗的胖子已经找到尸检报告 递给周海 果然报告最下面的落款是高明堂 那张朝请您回忆一下房门的情况 还有现场的脚印和指纹是如何分布的 这个问法啊 让张朝稍微愣了愣 呃 入户门有撬过的痕迹 撬棍拍开防盗门边缘的缝隙 然后用小钩子把门锁打开的 并不是多高明的手段 不过对付这种比较低级别的防盗门 还是非常有效的 现场发现了两枚残缺的血指纹 不能用于搜索 但是可以进行甄别 这两枚血指纹 在客厅开关旁边的白墙上留下一个 另一个是门的内侧 两个指纹都是左手拇指 当时高法医分析 有可能是凶手的手套破了 所以无意是留下的 毕竟房间内没有别的指纹留下 只是有很多带着真织纹路的线手套手指印 至于脚印 现场有这个运动鞋的脚印 运动路线 有一个分析图 凶手从门口进来直奔主卧 然后主卧对面卧室睡觉的继承龙 光着脚出来查看 见到主卧的情形要跑 这才被凶手在客厅刺死 之后带血的足印回到主卧 似乎进行翻找和威逼 杀死两个人之后 凶手没有立即离开 在客厅停留了一段时间 把所有抽屉和柜子全都翻找了一遍 这之后出来直奔门口的刺卧 将继承血减杀 然后离开了继家 根据张朝的再度介绍 周海翻看了一下 描述的很详细 每一处痕迹和各个器官组织的样貌 都配了照片 周海仔细翻看着 四个人的报告都非常详尽 就在翻到继承血的尸检报告时 一张照片引起了周海的注意 他把照片取下来 避开窗口过于明亮的阳光 用放大镜仔细看着死者颈部的一张照片 大家见周海的动作瞬间安静下来 一贯 他的眼睛能发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胖子赶紧凑过来 孩子你发现什么了 周海把照片递给胖子 你看死者颈部大追穴的位置 除了这个不太清晰的掌门之外 似乎这个有什么印记 周海的话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张朝也赶紧凑了过来 看看照片稍微的回忆了一下 四字版的照片 我找一下啊 当时是高法医留下的一个压缩文件里存着的 胖子没受干扰 举着放大镜 看着照片 死者继承血后颈部的位置上 有很多淡淡的圆形红色印记 隐隐能够看到三四排的样子 如果不仔细分辨 真的很容易忽略当做尸斑 因为过于浅淡了 按照上面的比例尺 不难推断出每个圆形红色印记的直径大小 简单计算了一下 印记的大小在5.2毫米左右 不过这些印记的表面呢 并不光滑 因为每个印记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似乎每一颗都有自己独特的纹路 胖子微微眯起眼睛 随即掏出手机 登陆淘宝 找到一些佛珠 不是预示的 因为表面太光滑了 谈目的也不是 这种纹路无法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 到底是什么材质呢 就在这时候 张潮也找到了那个压缩文件 直接把照片打开 在电脑上放大 周海凑到屏幕面前 如此放大的效果 比刚才更容易发现一些问题 尤其在四排印记最右侧 有一个骨形的印记 上面有几个规则排列的圆环 和阳刻的一些圆圈的图形 虽然不大清晰 却可以看出来 这绝对不是字 胖子看着 思索了一下 恍然大悟的说 哦 我知道是什么了 这个是佛珠 一百零八颗菩提子 而这个骨形的珠子 应该是西藏的天珠 说着 在淘宝上 搜索到了几张图片 周海接过来看看 果然非常的相似 每一颗菩提子外面 都感觉像人的大脑一样 带着清晰的纹路 每一颗都类似圆形 有多少有些不同 胖子的话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黄仲生更是诧异的凑过来 带着佛珠杀人 这人是怕罪孽深重 还是临时起义的 难道真是入室抢劫啊 周海眯起眼睛 浏览了一下胖子找到的那些图片 随即思索了一会儿 刚刚看到胖子搜索到的信息 这些菩提子越接近原形的越贵 如果加上如此大的直径 价格更是不菲 即便是几年前很便宜的时候 市价也要达到七八万以上 一个临时起义的盗抢人员 能带着如此昂贵的佛珠吗 还随身带着绳索 胶带 杜雷丝 匕首 手套 那这个盗抢人员 那就是朵拉A梦了 身上有万能口袋 什么都准备好了 这么一说 包括张朝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黄仲生用双臂撑着桌子 是啊 这个现场啊 太像盗抢了 季和平身上的威逼伤 捆绑 封口 逃跑的季成龙后背中刀 翻找贵重财物 这些都是盗抢惯用的方法 不过 通过脚印和张朝刚刚的分析 我觉得凶手太过随意了 似乎毫不担心自己一个人要对抗四个 而一般进行盗抢的人员 进入现场之后 第一件事是确认现场是否有人 每个房间呢 都得检查一遍 如此环状巡查的脚印 才符合凶手的心理特征 周海抬眼看看黄仲生 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随即点了点头说 死者为内容物进行毒物分析了吗 我怎么没有看到毒物报告呢 张朝站起身走向那堆卷宗 周法医啊 当时做了毒物分析 四个人的都做了 我记得当初高法医说过 四个人的状态有些怪异 却没能检测出毒物 哦 怪异 是觉得四个人睡得都太沉了 如此大的动静 竟然没人反抗 任凭凶手任意而为 是吧 哦对 就是这么说的 大家看向周海 但是看卷宗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结合你对现场脚印的介绍 我也发现这点了 凶手非常肆无忌惮 并且好像知道对门没人 楼下没人 更不担心房间里的人起来反抗 就这样明目张胆的翘锁进入 毕竟翘锁的声音不会太小的 这样的声音 门口那间次卧中睡觉的继承雪 都没听到吗 还有主卧中的季和平夫妇 两个人的体型都比较健壮魁梧 完全没有挣扎反抗 两个人就这样老老实实 等着被捆绑 粘贴脚步 封住口鼻 还有那个继承雪也是如此 凶手只有一个人 完成这些似乎有些不可能 而他却胸有成竹 是不是可以说明 他事先做了准备 给死者全家服食了什么药物呢 周海的话让大家陷入沉思 赵新丽已经在卷宗中找到了读物报告 确实各项数值都没什么问题 他把报告呢 递给周海 周海简单的翻看了一下 他朝着赵新丽问道 按照死者的症状 你猜到是什么药物了吗 赵新丽有些懵 手里指着报告 可是报告中没有有毒物质啊 胖子用手肘撞了他一下 那是毒物报告 很多东西不是毒物啊 孩子问你造成症状的药物 药物啊 赵新丽恍然大悟 朝胖子感激的点点头 如果说药物达到这个效果的就太多了 不过最有可能的就是呼吸麻醉 这个是毫无痕迹可查的 周海唇边露出一个笑容 朝赵新丽满意的点点头 说得很好 呼吸麻醉的药物一般都具有挥发性 大多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不过更容易获取的就是乙迷 而继承血的症状最重 甚至被尖杀的整个过程都没有苏醒过来 可见他房间是距离那些挥发性药物最近的位置 张朝生用力点点头 这些分析太给力了 张朝啊 不知道死者家的那栋房子 现在是不是有人住呢 我们能看一下现场吗 能看上个月啊 我还去过一次 季和平的弟弟只是住了楼下的101室 这个201室呢 没有动 黄仲生一拍大腿 那太好了 咱们现在就去现场看看 大家没有耽搁 乘坐几辆车子快速赶往 墨城环秀街道的这个小区 不过所有车辆呢 没有进去 只是在外围停下 张朝在路上已经联络了死者的弟弟 他的弟弟季建国早就等在门口 见张朝带人过来 快步朝着大家走了过来 张所儿 你们来了 直接上去就行 张朝点点头 大家跟着季建国进入了小区 小区里这个时间很少能看到有人走动 只是在健身器械活动中心的位置 有老人带着孩子散步的 见到警察进来 没受什么影响 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 黄仲生低声的问张朝 你们经常过来 张朝啊 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这个案子呢 是我一个心结 如果解不开 我是真难受 周海走在二人身后 不断观察着这个小区 这里算是墨城东侧 虽然不算是什么黄金地段 不过周围的道路也是车来车往 很是繁华 在周边路口 能够轻易看到摄像头和路口的监控 说着话 已经来到16号楼的一单元 一进单元 纪建国呀 就打开了自家101室的房门 张所要不先到家里坐坐 张朝摇了摇头 咱们先去楼上看看 之后下来咱们再接着聊 纪建国熟练的 把一把钥匙递给张朝 张朝领着大家上了201 能看出来门已经换过 毕竟当初门被撬坏了 也无法使用了 即便这里不住人 可对门的2020还有人住呢 让人家也很难受 天天对着这样血淋淋的凶暗现场 怎么生活啊 我请示了局里 同意他们把门换上 不过呢 旧门没丢 就堆在客厅 纪建国呀 希望案子破了 再清理这个房子 黄仲生点点头 这时候房门已经打开了 周海胖子赵新立和大刘先行进入房间 站在玄关那儿 可以看到房间的全貌 即便过去多年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现场的惨烈 门口的次卧房门敞开着 客厅地面上一大滩早已干涸的黑色血泊痕迹 边上画着一个人形的白色痕迹 房间的窗紧闭着 还是能够闻到一丝淡淡的血腥气 大刘去查看主卧 胖子查看继承血的刺卧 赵新立和我查看客厅 找一下有没有孔洞 墙壁门窗 另外看看哪里有空瓶子之类的容器 俩人瞬间明白 周海要找什么 这里是二楼 如果有人在外面顺着房道网爬上来 丢进来点什么东西 也不是不可能 知道了是找乙迷的投放地点吧 周海点点头 四个人开始分头行动 墙面厚厚的灰尘 每走一步就留下一个鞋套的印记 周海和赵新立不断搜索着墙面和窗口 毕竟想要将四个人迷倒 需要的乙迷量还是很大的 不过搜索了整个客厅 还有餐厅厨房三处都没有在墙体 和玻璃上找到孔洞 即便是空调的孔洞 也都封闭的非常严实 地上还有各种家具的上面 也没有玻璃瓶 或者什么空的杯子碟子 没多大一会儿 大刘和胖子分别出来了 一样毫无所获 周海知道如果这么好找 当初这个案子早就破获了 现在就是要想他们曾经忽略的东西 周海站在玄关的位置 看向房间里 哥哥家住2014 弟弟家住1014 那么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吗 张朝 101市的寄建国家 12月8号晚上没人吗 听到周海的问话 张朝赶紧上前来 周万业 我之前介绍的不大清楚 101和201 都是季和平购买的房子 当年高速拆迁 他家赔偿的拆迁款下来之后 直接在这买了两套房子 毕竟有儿子 以后也需要用 他弟弟寄建国呢 原来住在兰村 跟着老丈人住在一起 他哥哥去世之后 这才过来的 毕竟他们寄家 就这一个直系亲属了 周海神情一顿 那楼下101市案发之前 一直空着吗 周海问张朝 那楼下101市案发之前 一直空着吗 张朝摇了摇头 没有 季和平是这个小区 最早一批购房装修的 几乎是建成就装修搬过来了 别人基本上都是半年之后搬进来的 他装修好两户房子 将101市租给周围医护做生意的 据说是吉林沿边那边过来的朝鲜族人 就在小区出去对面的十字路口 他们在那开了一家饭店 据说事发前半个月 人家退了房子 我们找过那家人 据说饭店生意好 自己早买了房子 新房子装修完 这才搬走的 周海听完 没有说别的 站在玄关那儿看向房间 如此一个三室两厅的房子 面积超过150平 一买就是两户 难道是季和平的社会关系中有人嫉妒吗 季和平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的社会关系调查了吗 季和平啊 有个豆腐作坊 两口子在市场买豆腐豆皮很能赚钱 即使不靠拆迁 买栋楼也没问题 他们的作坊呢 是租的 就在市场旁边 到期之后没人经营 已经退掉 变卖了设备 豆腐作坊都是现款结算 没什么外部欠款 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呢 也非常简单 朱里香父母都去世了 只有一个妹妹早就远嫁外甥 而季和平就只有季建国一个弟弟 如此的社会关系真的太简单了 周海朝着客厅挪了几步 刚刚踩过的位置上灰尘被带了起来 地上几个被塑料膜罩着的脚印显露出来 胖子跟过来 俯身测量了一下 42码的鞋子 脚印呢 有些微微的那八字 看着磨损的方式 还有形态 这个人的身材不会特别高大 身高1米7到1米75之间 年龄也不会太大 绝对不超过25岁 周海正要转身 客厅中最北侧的一排暖气 吸引了他的目光 赶紧朝着暖气走过去 周海走到暖气旁边 蹲下身子 在米白色的暖气缝隙那 搭着一条铜色系的毛巾 不过因为时间久远 暖气和毛巾上面都积了厚厚的灰尘 就像咸鱼似的干硬的挤在缝隙里 周海伸手 扯住毛巾的一脚用力向上揭开 呲啊一声才把毛巾拽出来 尘土随着周海的动作不断的飘飞着 周海开窗抖抖上面的灰尘 将毛巾呢 送到鼻子那闻了闻 出了尘土的气味 闻不到什么别的味道 身后的胖子看到周海的动作赶紧围了过来 眯起小眼睛 看着周海的动作分析起来 孩子你怀疑有人用毛巾下药 一会将毛巾送捡吧 胖子把暖气下面这块清理出来 看看地上是否有水印或者什么痕迹 如果快速大量的滴落 没有挥发之前还是会渗入地板的 胖子找到了便携吸尘器 把地板上的尘土吸干净 浅棕色的地板上 在暖气下方确实有一点鼓起的痕迹 似乎被水泡过 不过面积非常小 直径不超过五厘米 孩子快看 这儿似乎有过水迹 周海跪在地上 顺着鼓起的地方往上看 果然就是这条毛巾悬挂的位置 身后的张朝凑过来 看看周海和他手里拎着的毛巾 这个毛巾我们勘察的时候啊 看到了冬季供暖很干燥 大多呢都在暖气或者地面铺着毛巾 为了增加湿度 所以没有过于理会 张朝赶紧解释 毕竟听说过一些周海的传闻 这个人办案的作风非常严苛 不是很容易相处 因此在周海提问之前就赶紧上前了 周海看他一眼 这样分析没问题 时间点也对 正好是12月8号 已经开始供暖了 不过2010年12月 这个小区有多少入住率呢 我记得你上午介绍的时候说过 这个单元只有三户装修了 就是对门的202 即和平的101和102 而一楼到七楼 一共14户人家入住率才达到21% 我记得供热公司在2014年之前规定的是 入住率达不到60% 不予开通供暖 那么这个暖气是如何热的呢 张朝一愣瞬间脸颊滚烫过呢 如此明显的疏漏竟然没有发现 一时间呢有些尴尬 周海朝他挥了挥手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熟乎说什么 毕竟现在就是要找到问题的所在 给小区物业打电话 调取一下2010年9月10月11月12月4个月分中 即和平的101时和102时的电费用量 我要准确数字 张朝赶紧找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去给物业拨打电话 大刘呢赶紧拎着电锯过来 帮忙拍照之后把地板切下来 那一块鼓起来的痕迹不大 正好在两块地板的接缝处 如果真的是什么挥发性液体 留下来量大的话 就能够渗入地板中 当时可能看不到什么印记 不过地板的缝隙中也会有所残留 毕竟水泡过的地板 一般当时看不出来问题 只有半个月之后才能发现 渐渐古包卷窍变形的 胖子凑到周海进前 看着地板和暖气 还有旁边餐桌的摆放位置 微微发了一会呆 忽然恍然大悟 孩子 你是怀疑12月8号有人来死者家做客了 这个毛巾还有那些液体就是这个神秘客人留下的 周海点了点头 胖子现在算是唯一一个能够跟上他思路的人 刚刚在卷宗里我看到 当时他们调查过12月8号 当天晚上小区进出人员 不过当时监控并没连接 只有小区门前的一个超市能拍到门口的画面 可以根据你对嫌疑人脚印的分析 让小胡他们对视频进行筛选 然后让周围的人辨认一下 看看身材和动作相似的人员信息 如此精心准备和设计的所有环节 绝对不是随机性的盗抢案件 能知道季和平家中人口信息 还有存放钱财的经济信息一定是熟人作案 还是要核查一遍季和平的社会关系 正说着张朝走了过来把一个纸条递给周海 周法医啊 这是101和1024个月的用电量统计 周海接过纸条 101是9月份120.5元 10月份187.42元 11月份197.2元 12月份15.74元 102是9月份185.74元 10月份196.67元 11月份227.42元 12月份67.24元 按照之前张朝的说法 101市的租客已经在11月中旬退租了 不过电费上并没有看到少很多 难道电费有延迟吗 张朝电费是实时结算的还是有延迟呢 12月份19月 15日 16日 感谢观看